介绍是来自京正宏明的消息 中博文局三合派出所 集市南州受诈骗的研究生会款 诈骗集团依和比海人提醒 为各级会员诈骗的名义 要击会款1万2千多块 这位研究生价在有局提款机会款 京宏到现状矿作 并且各地较适致诈骗集团 集市周董比评 三合派出所所定 中博文局三人 28日晚上 在中博合意后争的有局顺修时 看到民族在提款机情 正经典的在使用手机的电位 完全看到这个现象 欢迎南州可能受到诈骗 因此主动向情顺问关怀 也认为南州最受到诈骗集团的声音 继续前往操作提款机 包括在警方及时的介入助机汇款 提出未收到诈骗的损失材物 使用手机在操作提款机 发掘可疑 警方在后观察良久 主动前往关怀 警察证后 正与诈骗集团成员通话 请警方带回该男子接听电话语 警察证骗集团是以南州进行 立大饭店的时尽 因为仗族人员一时的所谓 将它提升为高级会员 每片讲将有有局人员协助于 办理 护判 靠判 以及退判 属于为由 事后这片就是中华友情的 客服中心人员的名义 骗它前往会员 合格在团境主动向情顺问关怀 各地客室是诈骗集团 集团来组织到诈骗 世新新闻粗评评 感谢观看 蔡翁博德